彰化市長林士賢 7日上午來到民權市場 宣布好消息 歷經3個月的補強工程後 終於重新開放 讓民眾入內採買 並且將在1月9號到14號舉辦促銷活動 只要你來民權市場叫賣 我們就讓你感到感到 甚至我們也會辦拍賣 一元起價的發賣活動 最主要是要帶動輪潮 黃曆過年原本預期可以大賺年貨商機 但遇上Omicron變種病毒來勢洶洶 好不容易撐到3個月重新開張 攤商休息餐半 有許多攤商將大包裝改為小包裝 或是用透明壓克力隔板來應應 希望提升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以前都大包裝了 現在都改小包裝 比較衛生比較安全 對客人的話 面對面的話 有那個口水的話就不會噴到 重新再開 覺得怎麼樣 沒有人啊 人家不知道好回來啊 新建於1987年的彰化市民權市場 十多年前 經台灣省土木技師工會 進行評估 為安全勘餘 列為必須進行耐震補強工程 前後歷經召開了24場的協調說明會 補強工程施工法 由原本需要費時長達12個月的 擴助配合簡力強補強工法 改為施工期 僅需3個月的 鋼板包覆及阻尼器工法 終於完工 重新開張 要搶工 年節商機 新唐人亞台電視葉錫紅 台灣彰化採訪報導 皜анд 8月的エククション 世界各地貿rias 售